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我想今天这个题目,应该很多人都遇过的了 无论是年纪大的人,年轻人,甚至乎BB都会有遇过这个问题的 因为很常见的,就是我们在说胃气障 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有时做了事 经常都可能有个胃胃胀,尤其是有时可能见到一些BB 小朋友,整个胃胃胀到,气障到,搞痛痛,呱呱吵 老人家有时可能理解,他们的消化力弱了,吃了东西下去 但有时BB仔都见到有这样,无论什么年纪的人都好 常常都可能去腸胃科医生,搞来搞去都搞不定了 但我知道你在临床上,用同类疗法 就可以有一个很快速地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方法 不如今天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解释一下,好吗? 是的,我相信没有什么人说,没有经受过 经历过这些胃气障,气障出现的问题 长期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懂得处理,都挺辛苦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一生人,我只是试过一次 就是那个肚子是痛起来的,当时是什么呢? 其实我就去约了一个朋友,去朋友家吃饭,生日 那朋友是追行素食,给我们吃了很多素食的,但纤维很高 即是一天吃了,又早上都吃到晚上 我记得,跟着回家途中,在地铁里,突然觉得肚子很痛 痛,我还没试过 我最后发现,其实那些纤维太高的食物,就会令你产生很多气 一时又放不到,就会觉得气障会痛 这个可以说我一生人,唯一一次,真的经历过这些情况 当然,有很多人,有很多小孩,有时候这些小孩吃了东西之后 经常要帮他掃风 那很多小孩的气,可能是喝奶的时候吸了下去 它未必是因为食物白酵 但也有很多人,但也有很多人,都经常觉得那个腹部 胃气,就经常有很多脏着,不舒服的 这个通常都是表现身体的消化能力弱 所以气障,主要是一个发酵 或者食物负难,在消化度负难 那可能一些毛菌,可能一些 酵母菌,也可能是细菌 那些气呢,有时候是无味的,但也有些是很臭的 那一般的发酵,产生都是二氧化弹的 通常是无味的,无气味的 但如果因为细菌而导致的,会出现那些沼气的maphane 和hydrogen sulfur的那些臭气 那当然这种情况之后,气会很臭的 那一般的症状就是肚脏脏脏 这样,什么也是气质甚至会发生很多呼聲 那这么多声音 上显сте要 fet much 尚nd有许多不知型医生 在ochic上설功涨 Outform 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的痛是持续很久 可能6个小时,12个小时还在 或者痛得很厉害 或者伴侣是有点烧,作闷,想吐 这种情况之后,可能要去找医生看看 这个可能不是一种简单的气 遇到这种情况,当然要留意病者的表情是怎样 如何痛发,以及体位置是怎样 他会躲在一边,站直直,向前弯腰,向前咬 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 当然你可以问一下,他最近有吃过什么 可以从那里的饮食方面 可能有机会了解到那个问题 在同外疗法,有几个很简单的指引去找疗剂 例如,如果气壮得很厉害 如果患者病人都觉得很疲累 好像崩溃、崩溃 亦都很想吹一下风扇 这个阵形是Carboveg Carbovegitabalus,即是木炭这个阵形 如果你发现这个病人是轮起来的,向前弯得很紧 硬着肚子,痛得很厉害 这个阵形就是虎瓜 Colocinthus,虎瓜这个疗剂 如果气是脏得令患者不太吃得下东西 他吃一点就觉得有脏了 虽然很饿 但一吃一点,他就会立即脏得很厉害 还有那种人,平时你觉得这种人 其实没有什么自信心 还有他通常这个人的问题 会出现在四点到八点,即是下午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Nicopodium 这个疗剂就是Nicopodium,即是石虫 如果这个人,你会发现他不舒服 还有他人是不舒服到很紧疹的,很无耐性的 还有他人又有点爬动 他又想乐器,但又乐不到 或者想大便,但不能大便 很多时候,小朋友会有这种情况 简单的食肆了 这个疗剂就是Nux Vomaker 是马前子 如果这个病人在气胀的情况 是胀到他不舒服 就会哭泣,很疼,很疼,小朋友 或者吃了很多肥腻的食物 这种情况的气胀,我们的疗剂就是Pulsatela 白头翁 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用疗剂 我跟大家解释 通常就用30C都可以了 吃几粒,每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吃 吃到你改善为止 如果你吃了三剂都不行 基本上疗剂就要转了 就是疗剂不对了 通常是可以这么说 快得来可以几分钟就完成 或者几个小时到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处理得到 如果没有找到疗剂之前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自然医疗的方法 可以舒缓一下气障的问题 是的,如果家里没有疗剂 如果你家里有些石碳 有些木炭,所谓是烧剂的 烧剂是吸气的 我们知道那些防毒面罩 其实它里面都是有一些 烧剂的烧剂 这些木炭的烧剂 吃几粒,这些木炭的丸 两粒,每四个小时 都会帮你吸收这些气 有些时候你可以将身体 即移动一下的位置 可能躺在背部 将膝盖弄到胸膛 亦有机会帮你放出气 有些时候你蹲在这里 都会帮你舒缓得到 或者有些时候就按摩 顺慈中在腹部来按摩 来到将那个气 可以放屁地放出去 那宝宝仔呢 很多时候呢 你便将它搓它 拿起它来帮你拍一下 扫一下风 那当然了 你也要了解 有些时候这些 长期的胃气 那些气都是因为便秘 所以你要处理便秘的问题 当然也有些食物 譬如有些人会很容易放屁的食物 譬如薯仔 番薯 那些豆类 便士 或者一些汽水之类 都会引致出现那些气 如果你经常都有这些问题 或者消化比较弱 那在治疗医疗时很强调 有一种叫做食物的配搭 是 即是如果你食物呢 是简单一点这样吃 不要吃得这么窄 那你有机会呢 你会输减你那个消化的负担 那最简单来说呢 如果你食物呢 尽量就不要将蛋白质 和碳水化合物混合在一起 简单来说呢 即是终于不要吃饭 吃面包 跟着吃肉类 那因为我们身体呢 消化碳水化合物 那个淀粉质呢 是需要碱性的环境的 而我们消化肉类呢 是需要酸性的环境的 那变成如果你食那些肉类 那身体会刺激很多胃液 酸的胃液走出来呢 帮助你消化这些蛋白质呢 那但同时你又吃点 淀粉质的东西呢 那你身体有些需要 一些碱性的口水啊 那些液体呢 走出来呢 变成酸碱液就会中和了 那变成你两头都不到岸的 OK 那所以在同一餐里面呢 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肉类和你的淀粉质 不要在同一餐吃 你喜欢吃鞠扒就鞠扒 吃鱼扒就鞠扒 是吧 但总之呢 就不要和淀粉质一起吃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我们很喜欢吃一些 饭后吃水果的东西 那其实饭后果呢 都是会导致这个消化 防外消化的 那所以 你尽量呢 吃水果呢 都不要饭后当甜品 就是你总之你平时呢 就是单独吃水果 就不要呢 就饭后吃水果 那这些会帮助你呢 减低你那个胃气的 就是肠气出现了这些问题的 嗯 好啊 那或者袁先生 有帮我们呢 刚才介绍过的五种疗剂呢 就再详细些 讲解一下 让听众呢 如果真的遇到这个胃气象的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快点找到适合的疗剂呢 好了 那我跟大家介绍几种 就是常用得着的疗剂呢 是 那第一个呢 就是那个木炭 那木炭那种症状呢 就是那种 那种脏呢 是脏得很 整个腹部都脏的 OK 那些人呢 就比较上是 比较上是 体质呢 比较软弱一点的 OK 甚至乎呢 觉得呼吸也有点困难的 那当然呢 呼吸不好呢 他就会喜欢呢 就是用风扇吹一下他 撥一下他 这样的 那些人呢 就比较低低低落一点的 就是调水一点的 那 通常呢 就是 食者不消化 就会放弃弱气这样的 那通常呢 是一个人的体质比较虚弱 怕冻的 那这些通常是老人家了 就是年纪大的人呢 你看到这种症状呢 你知道他是 消化力差了 OK 那我就会 可以想这个是木炭 这个和我疗法的木炭了 嗯 好了 另外一个疗剂呢 就是那个 我都常用得着呢 就是那些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些 那些 那些人呢 就吃东西吃得很急啦 吃得很急啦 OK 吃了一些很美的东西 喜欢吃一些美好的食物 那吃了之后呢 那些人呢 就好像想作呕 又作呕不到 想在大便又去不了 那这种的人呢 通常我叫做 马前子 我叫Type A 的 那些人呢 通常他平时呢 就很薄杀啦 就是很喜欢 很聪明啊 就是一种这样的性格的人来的 那做事很努力的 那这个是一个 马前子型的人呢 吃东西呢 就喜欢去美好的地方吃 吃真羞白味啊 吃得很多刺激的物质 那这种的情况 这种类型的人 在这种情况呢 我们的了解就是 Nuxvomica 马前子 好了 另一种情况呢 就好像那个石虫型 Nuxvomica 那个石虫型的人呢 就很有趣的 他呢 就是 不是很饿得的 可以说血糖低啦 不饿得的 尤其是四点到八点之间呢 是更加呢 就觉得他人 是会比较差一点的 那 那些气呢 脏到呢 好像鼓声那样 可以敲得到的 那 但是 你叫他吃呢 吃很快呢 他就会脏了 嗯 吃几大 那他又不是很想吃的 那这个腹部呢 是脏得来呢 又不需要按压它 不要按压它 那他就发现呢 他最怕吃那些豆类的东西 吃那些Cabbage 那些这样的 那个蔬菜 那些就是很容易 产生 产生气的 那也都有机会呢 这些人呢 肝比较弱啦 那在肝的右边的腊骨下呢 有点微微的痛啦 那他有时告诉你 他痛楚呢 是很容易呢 先出现在右边 跟着转去左边 在那个腹部的 那个Lakopodium 石松仁的人呢 那就 喜欢呢 就喝暖水 喜欢吃甜的东西 这种这样的 口味的人来的啦 好了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 那个 那个黄虎瓜 Colon Simphus 那虎瓜呢 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症状呢 那个人呢 是胃气 胀到他呢 就痛到他呢 整个人呢 就转弓 向前转弓 按住 大力按住肚子 那个表情呢 就痛到 像苦瓜那样 就是想到这个 这样的症状的 就是向前咬 要大力按住 或者用热水 是会呼住的 那当然啦 这种的 痛得那么厉害 那人当然很 很生气啦 是不是 就是你不要有些事情 就是不要 就是不要说些 他不太听的 那有很多情况 那这些 这样的痛楚的 那种的感觉呢 是可能在激怒之后 会发生的 就是有些情绪 会导致这些症状 就是这个 苦瓜形都是这样的 OK 那同时呢 它吃到的 就是吃多些会差 尤其是水果 会导致出现的 那甚至乎呢 它痛得来呢 搞痛得来呢 就会有肚瀉 OK 肚瀉出现的 那这种的症状呢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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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虎瓜 那最后 另一种呢 就是那个 Pulsatela 那个白头翁 那白头翁 那白头翁通常的症状呢 都是吃一些 所谓 肥利的东西啊 吃一些冰淇淋 吃一些猪肉啊 肥猪肉啊 就是很 很油利的东西 那就出现这个 这个症状的 那 那个白头翁的症状呢 就跟那个 Colocympha 和Nuxvormacan 刚刚差不多相反的了 那人呢 痛得来呢 都是 这个性情呢 都是很 就是很 很温馴的 就是可能在那儿 哭一下 哭一下 那种 那种 需要的人抱牌一下 那有时候 小朋友呢 你会发现这种 这样的情况的 那个 Pulsatela 那个白头翁的人呢 通常呢 都是 不多口寒 OK 那 也都有时候呢 是出现在 那个 驚奇的时候呢 有些人 脏的 有些人 有些人 这个呢 都是可以用 这个 那个白头翁的 白头翁的人就除了比较怕热、怕烤 他通常喜欢打开枪的 会觉得舒服一些 我给他介绍 其实这五只里面 其实很大机会 一般性的胃气象、不息 其实都很大机会帮到大家 多谢袁医生给我们的讲解 相信刚才也说过 这个问题应该就很常见很常见的发生 始终都是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上 当然最好的就是 知道消化系统出现了问题 就要认真地去处理 不要等到事情坏到一个地步 才去医治而产生很多后遗症 如果只是偶然性出现了这些问题 也可以及早去医治 刚才利用的疗剂 很快速就可以处理 又不会把他一直拖拉下去 尤其是老人家 或者是孩子 早点处理了 就不会引起其他病发症 不要搞到 帮我收拾的时候 才去处理 那就麻烦很多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有关疗剂套装 或者其他产品的 可以联络我们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我们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麻烦你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